黑头礼车一辆辆的驶进来 往学校的方向开去 许多嘉宾应邀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校庆 在迁道处 负责迎宾的学生一刻也不敢懈怠 而站在最中间的这一位 就是当年渔营中学的校长李如松 李如松延续了北京渔营的培育理念 在民国44年来台副校 由于与各界的关系良好 聘请到了许多名师来学校任教 在那个年代 私立的御英中学名声可不比公立学校差 不过随着老校长过世 御英中学更改为御英商工后 各方开始争夺校产 在无心办学又沦陷权力斗争的情况下 玉英在民国62年宣布停招 而学校的过往也被封存在一张张的相片里 毕业将近有50年的丁先生 在知道御英中学更换地主后 可能会面临拆迁 赶紧冒了雨跑了回来 要看看这一间陪伴自己六年 青春岁月的老学校最后一面 以前从老北楼上来经过成绩堂公墓 综合禅士 沿着一直走就走到这边来 然后就进到学校校门 这是 这里应该有两只 跟那一样的校门的柱子 上面有一个拱门 站在校门口 下课中相仿佛还在耳机油存 只是事物都已经变了掉 校门口旁的柱子塌陷了 每天下课走回家的大马路 田井也已不负载 反倒是盖满了房子 学校座落在山坡地形上 建筑物形成了阶梯式的分布 历经了40年的风吹雨打 近8成都已经倒塌 只能从现有的遗迹 猜测当年教室的位置 福利社在那个角落 对面是一个音乐教室 那一片是一个操场 这边是教室 然后操场 再下去还有 还有宿舍 男生宿舍 老师在讲台授课的情景 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 如今出山甲的教室 早已已是杂草重生 成了一片废墟 好吧 我们走吧 中学这六年是最 印象最深刻 最深刻 那我六年讨论在这里 当然 也就比较深刻 对这边的环境比较深刻 落成典礼我也 但是 这有什么 这一栋是谁 宜堂 这一栋圆顶建筑 是利用了柜子坑 稀有的白瓷建造而成 特殊的构造 也显示了玉英当时雄厚的财力 宜堂落成了以后 除了机会以外 我们高中 要必要参加联考 分组 那时候联考有分组 加以柄三组 那男女生有时候就那时候高三的时候就会合班上课 有时候就在教室里 这个礼堂里面上课 校长有办法 真的是有办法 很多名人都是从北平玉英中学 也读过那里的学校 都是他的学生 所以 到台湾来以后 要勤劳在教育界 他能够有他的关系在那里 所以他请了不少好的老师到这边来 五十年前国父丹臣大游行 铿锵的奏乐 整齐的步伐 以及浅棕色的卡琴制服 再多看一眼 念旧的老林毕业生 想要把这最后的景象深深烙印在心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已经七十岁的何老奶奶 一个人独居在改建的仓库内 电视 书桌 还有洗衣机 全部都挤在小小不到三瓶的空间里 平时他最大的兴趣就是拉拉护情 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 问他一个人住在废弃的学校里 会不会感到害怕 他反倒是骄傲地回答 住在学校里的居民一起共用两个电表 水滩的水出满后会沿着下水道 流进居民自己挖的水池 不管是灌溉作物还是养鱼都很方便 这个大粒这一趟是你能够去煮的吗 对啊 对啊 这是我们自己去用的 这就是以前的骨骑 它的藤衣水在用的就是那一粒 那这样的水你冷水要干净吗 我们也是都要吃 八十五的烤肉我也让这个骨骑来烤 好吃吗 这个骨骑我们的骨骑吃起来很好吃 因为它它吃在冷水的地方 所以骨骑一较好 这个骨骑吃起来很好吃 这个骨骑就是灰烤气的 这个一楼嘛 那二楼和三楼嘛 那以前是教室吗 对 那来到五楼呢 现在都五楼呢 因为一次电线走火的意外 使得三楼的校舍被大火吞噬殆尽 已经把教室当成自己家的居民 自掏腰包进行整修 前前后后也花了近百万元 我们那时候那里台风 然后整个台电那个送电 好像太大 整个烧掉 这上面都是我们盖的 那一开始你爸爸怎么会住在这里 因为学校倒在啊 然后它那个盖的工人也欠我们八千 总共欠多少没有拿到 那我就不清楚了 还蛮多钱的 原来这些居民 曾是被育婴中学倒账的工人 他们因为受不到工程尾款 干脆以西家带卷的住进了倒闭的学校 尽管不是学生身份 他们却当了三十八年的住校生 你都在这里煮饭吗 对啊 我跟我们太太 我跟我们太太 平常是煮食都在这里 在这里煮 在这里煮 你看看大叔爐 水桃那里 啊 起居就是在这里 起居哦 对 这就 这就算面穿的 減不客气 那你住了多久了哦 我面穿 我那时候明国七十四年来这儿做水电 做义英的水电 那就是本来义英中学买副校嘛 啊 副校没起来 那做水电的部分 那水电的部分 他义英中学买 不起床嘛 买了 买了 这一座特殊的校园型集合社区 最近悄悄管了新地主 这也代表着育营中学里的居民 面临了班前的命运 副校都很方便了 我们副校都很方便了 我们副校都很方便了 有地方可以住就好 对啊 我们副校都会停 对啊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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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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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副校都要住 那就开下了 那开下了 那开下了 现在还没空那么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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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 要去住哪里啊 啊 对啊 因为台北市租房金融会 那我们都租很久了 现在居民也只能祈求老天 幫幫他们顺利打赢官司 不要连老板都还没有讨回来 就先失去唯一的家园 今天的玉英中学格外热闹 在门口聚集了一群人 手里还拿着相机 不知道在讨论些什么 那两位是学校老师啊 这个我们委托的律师 律师也来这里勘议一下 因为那个法官 法官说要到这边来 所以就是说看院的时候呢 律师他们一定要来做相关的一个 一个辩护 证采集啊 采集啊 这个因为那个都在访问 在审理的 你怕他回来 等一会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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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一会儿 在学校提出了民事诉讼后 检察官就来看厌居民的实用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玉英中学会这么热闹 请问你这两位 我们去 我去罗居 这边有参户住 是当事的 全部吗 林慧莹这一户 我是说不是说居住 林慧莹有来吗 有 没有 就是参户 没有 就是分成参户 你要来报道 没有啊 有的没有人 林静良 王国泰 检察官走上了三楼教室 开始挨家挨户的清茶 一一了解里面 到底住了多少人 而地震局派来的公务员 则是忙着现场拍照 搜集物证 他们有叫你们几天之内 要搬走 对啊 我屋里的 好像半个月还是 还是得久 忘记了 叫我们要搬走 我们都已经住那么久了 怎么可能 对对 如果说将心比睛来讲 祝他们 他们 他们愿意吗 就算不甘愿搬离 住户还是得乖乖配合调查 确认好的住户 墙上都会被做上 一颗红红的记号 而且每一间教室 都记查得相当清楚 一丝一毫都没有漏掉 他要测量 一个人一个人的使用 他可能畅一堂放在搜集里 一小的时候 用住户和民籍 他要测量民籍 以后要顺 senza路 这边是要跟我们搬 还有任何人都会在装 我们修行的空间的做过多 历时乐将近两个钟头 勘验总算结束了 但这对育英中学里的居民来说 却只是个开始 因為他們即將要面對搬遷的問題 請他當代表去跟學校談談看什麼事 對啦 我也是這樣子 所以在法律上可能有一些問題在啦 對啦 但是 有一些問題在啦 但是是別人的東西 我們也是不夠 不是長久的事情 對啊 不是長久的事情 你也是要 要解決啦 好啦 先再去找人 現在身為居民代表的王國泰 是居民的一現希望 因為這些助小生知道 他們總有一天會從漁營中學畢業 只是在那之前 是不是能和學校協商一個 較為合理的補償呢 共同的理念 家人 家人的 家人的 我們當然要行 只是說 你要用什麼方式 把我們收回來都比較方便 對吧 因為我們也在這裡跟你們建設 不說在這裡跟你們破壞的東西 那些當中是你們破壞的東西 我們自己建設的東西 跟這個人 大家都不說 我們來在這裡跟我們建設 不理啦 對啊 變我們是跟你們副校 你變我們親戰 那就比較無法正義了吧 沒有,對 好,對 沒有人 都失敗 就算分 Parlia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